凌桑 伍桑 曹煮 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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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伙松 巨师过来发行出家 这是很大一件事情 可能我们因为 都是我们巨师之间 互相处得不错 我朋友之间 一种感情的发挥 实际上这里是 有着更深的意义和更大的功德 他的功德 不是我们所能推测到的 一直出家 九族圣殿 这是 惊认万确的事情 不光是这样 包括我们 有人放他出家 送他出家的功德 也大如 无边无厌 这功德 至大 是不可说 不可说的 看到大家 这么能够发行送他 就等于在送自己一样 所以说 你今天送他 明天就有人送你 他也就是你 你就是他 所以说 我们将来 隐隐种上了 成佛的证印 所以说 这个功德 至大 是不可说的 如果 有人 送 人出家 放人出家 比如说 丈夫 放妻子 妻子 放丈夫 母亲 放儿女 儿女 放母亲 放父母 他的功德 和出家的功德 是不可比例的 佛在经典上 反复强调了 这个 比如说 如果一个人 放别人出家 和别人自己出家 他的功德 在阴天 六月天中 往来十次 想多少节的福报 这样的福报 不如 有营 放他出家 送他出家 而大 因为这个福报 有详尽的时候 放营出家 送营出家 自己出家的功德 因为无穷无尽 尽未来尽 所以说功德之大 佛同时也告诉我们 如果你建议宝塔 供养祝福 这个宝塔 高如三十三成天 高 这样的功德 是不可比例的 但是和放营出家 送营出家 或自己出家 来相比 他无法比例的 因为塔 虽然高 福报虽然大 但有遇使人 可以毁坏塔 可以把塔给毁掉 但放营出家 送营出家 自己出家的功德 永远不会毁坏 所以说 自己出家 和放营出家 大家来送营出家 这功德 他也能延续佛宗 能让正法久住 所以他的功德 是不可比例的 如果一个人 如果一个人 有病 他的眼睛瞎了 有大夫 能把他眼睛治好了 这功德 是非常大的 或是有上百人 眼睛都瞎了 有大夫 来帮助他 治好了 这功德 是不可说的 非常之大 但不如 一人出家 的功德 直大 送营出家 的功德 直大 因为送营出家 自己出家 放营出家 他的功德 让天下 所有的众生 都能得到慧眼 延续佛种 了脱生死 所以说 他的功德 直大 不可比例 虽然我们的 右眼 治坏了 治好了 终有一天 还会坏掉的 得光明 只是这一世 不能四世 得光明 而如果自己 出家 送营出家 放营出家 他的功德 尽未来寄 所以说 这个功德 是不可思议 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大家 能够 送 居士 来发行 出家 我不光 对他进行 赞叹 对你们 对他的家属 放他出家 包括你们 来送他出家 我都非常赞叹 因为你们 因为你们 同样 都种下了 上根 种下了 成佛之业 你们又得到 这么大的福报 确实是 罕见 难得 现在这个 末法时期 很多人 因为末法的现象 产生了 产生了 种种的想法 而不愿意出家 或是 错误地理解了 法师的意义 说话 产生了 种种的想法 在这个时期 大家能发行 宋居士来出家 给大家做出了一个 导航的榜样 这个功德 是不可思议的 而且将来 必然会产生 很大的震动 也给我们 留下了 很好的一个财富 也说明 佛法在这个 末法时期 还是有救的 正法还会注视的 所以说 我本人来讲 是生起 很大的欢喜 而整个寺院生团 都生起了 很大的欢喜 确实 他的功德 不可思议 因为大家 来到这里 刚才我讲了 对大家的来到 表示坏用 大家都有 很多问题 理题 我来给大家 解答 大家一起讨论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 求师父 慈悲 开始 我生病 早到先看 结果 叫我 供先讨 因我那时 没有学佛 不懂 现在请 师父 我应该怎么处理 过去 因为我们 不学佛 我们找不到 我们自己 很好的大夫 而且不能正信 所以说 有一些民间的信仰 比如所谓的大线 就趁血而落 他们用 就是 不正确的方法 引导我们 这是一个 错误的概念 有时候 医生找错了 会导致我们 这个病 没有治好 又添了 新的一种病 本来我们身体 就很怨 而且又添了 精神上的 伤害 在心灵的伤害 有时 比身体有病 还重 所以说 刚才这个句子 问聊 这种情况 应该怎么办 应该 把它送走 所谓的送走 就是不再供养了 处理的方法 因为 现在我们的觉悟程度 还有一定限度 所以说 方法可以这么处理 可以念三规一 念大悲咒 念往生咒 念心经 各三遍 所谓的鲜 鲜味的牌子 或名字 可以装在一个塑料袋里 放到一个山坡里的树洞 或石洞里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放下 这样避免了 我们有 烧毁 有恐惧性 等等的事情 通过这么处理以后 效果还都不错 但是 首先要认识到 这种供养的方法 和这种 不是佛教的方法 所以说我们 不管身体怎么有病 我们一定要采取正念 正信 这才是真正的良药 因为 只有良药才能治病 错误的药会导致中毒的 就算有一点小小的效果 但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佛法里的药 不然解除我们身体的病苦 同样解除我们 整个苦的根本 能把苦的根本能清出去 所以说 它不是事件 这种做法 所能比拟的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 这个在家和除家 它是有严格区别的 因为 在家从修行来讲 修行是平等的 在家修行和除家修行 这个权力是平等 但正国就不同了 在家最高的修持 能达到三国俄罗汉 除家可以达到四国俄罗汉 彻底的了脱圣史 从网上来讲 我们也看出来 上品上升 都是除家营 没有在家营 更主要的 我们知道 十方如来 都是除家相 没有在家相 佛法就是一大因缘 来教唤我们众生 离苦得乐 首先就从在家开始 就从在家 让我们远离火宅 佛马家比作火宅 有了家就有了生死 所以说家是火宅 是生死的魔库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验识到 有的人说 在家修行和除家修行 是一样的 在家修行 你有除力心 有菩提心 那可以 这么说 我们从事实来讲 几乎很少 千百亿人里 很少找出一个半个来 除非再来 很难找出来 所以说 从我们根基来讲 佛社一大方面 就是让我们出家 来了脱生死 这是最主要的主流 当然我们有今生 不能出家的因缘的时候 我们也得努力在家修行 在家修行 不等于叫你在家 是在家这种条件 要发处理心 要发处家心 要发菩提心 这才能修行 如果你没有处理心 你就往生西方极乐 都不可能的 所以说你贪恋了家庭 就等于贪恋了生死 所以说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他俩的功德 是没法相比的 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世间的修行 往往都在世间法里 虽然也是善法 但是它只是世间法 除假修行 它是接近 这是除世间法 当然了 要不好好修行 也变成世间法 如果好好修行 它直接就笨招 除世间法而去了 所以说 除假的修行 的功德 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知道 过去有一个果王 他要七天命中 佛为了救他 派阿难尊者去度他 后来他就发了愿了 他五欲之乐 还有七天 我在享受六天 第七天我出家 佛也允许他了 第七天出家的 就除假一天一夜 惊勤半道 最后也达到了 了脱生死这个 这个姻缘吧 可能是没有堕落地狱里去 反而上升到 哪个天界了 就把他救了 所以说 除假一天一夜 佛说 二十节不多恶道 二十节 但我说这一天 一夜是没有退道性 不是说我除假一天一夜 明天我就还熟了 不止这说的 而且有这个 退道性 一天一夜 就是二十节不多恶道 所以说他非常殊胜 我带给讲一个例子 过去有个比修尼亚 他已经挣得六神通 就是当恶罗汉 挣到恶罗汉的地方 他有一次 劝这个宫廷的 这个宫女出家 劝他们出家 而是反复地讲 出家的 这个好处和殊胜的 因缘 这些宫女说 你看看 你反复地强调 出家 一个有什么好处 另外我万一 修行不好 反而堕落地狱里了 怎么办 这个比修尼就讲了 说堕落就堕落 他说我呀 过去就是 在以往以前的 多结以前 就是不断地 穿出家人衣服 扮从出家人的像 去演戏 有时候 甚至故意 穿上出家人的衣服 去开玩笑 由于这个因缘 到架塞佛 时候出家 这个因缘 到架塞佛 出家 在建设架塞佛 出家的时候 由于生起了慢心 慢心 骄傲 甚至 有做一些 不如法的事情 后来就堕落地狱 不断地受苦 反复地堕落地狱 但是由于 出家以后 受戒 由于受戒的因缘 最后到 释迦摩尼佛 出世的时候 被救 最后 出家 正 恶罗汉 彻底的了脱生死 从这么看 就是说 出家 受戒和破戒 都能成佛到 不受戒 是不能成佛的 因为我们出家了 受了戒 就种下了这个因 将来一定会成就的 从这个因缘来讲 这个不是在家 所能达到的 也不可比 我们知道 有句俗话 龙脊 有时汤过尽 也喝无良天地快 龙脊 什么是龙脊 那个戒 就是龙脊 我们吃现成的 用现成的 更主要的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祖常的这种家庭 就被这些五情六欲 残伏着 变成了一个牢笼 所以说 我们不能得泄脱 最后 只能有 因宰割的命运 没有自由的权利 所以说 在家就如牢笼 一个人 一个女子 或是男子 如果成了家 就等于判了个 无期徒刑 如果事件判刑 他有刑满释放的时候 如果成了家 你这一辈子 就要为这个 对方来服务 一直到死 而不光今生这样 而影响了来生 生生世世 都要受起影响 所以说 在家 这个家 本身就是个牢笼 佛把他称为火宅 劝我们出家 所以说 我们有能力的 一定要出家 要修行 如果因缘不具足的 也要发这种出家心 把家 一定要克服掉 这样 我们才有泄脱的希望 我们自己修行来讲 不能 因为别人的一句话 不做深刻的思维 盲目地 进行接受 一定要正确的思维 到底有没有道理 这样 我们才会得到正面 对于出家这个问题 现在呢 就是 说法不同 无非就两种 一个赞成 出家 一个 不赞成出家 不赞成出家 有什么样的果报呢 佛讲的 佛亲口讲 这种人 阻挡人出家 不让人出家 会生生世世 受瞎眼报 将会堕落地狱 堕落地狱了以后 瞎眼睛 经多少节 地狱苦受完了 堕落 恶鬼道 做鬼也瞎眼睛 鬼道做完了 到畜生道 也瞎眼睛 祝圣道 受亡苦 堕落淫道 也变成 于此 还是瞎眼报 要生生世世 受瞎眼报 所以说 这个果报 是非常可怕 所以说 我们千万 我们千万不能因为 口业造成了这么大的果报 所以我们对出家 一定随喜赞叹 当然有些人可能不适合出家 那个是顺法 但不是他不法出家心 我们千万不要掌 阻拦别人出家 一旦要称赞别人出家 而希望别人能到一个世界的道场去出家 去修行 要进行苦修 所以说这个是佛亲口讲 有的人也提出这个问题 说有些大德提出了 不让你出家 或不收徒 这指的某一个人说的 某一件事情说的 并不是指让所有人不出家 有的人就利用了这个 当然利用的人 一个是自己于此不懂 另外再去是魔在破坏 佛法 才会这样讲的 我们大家要警惕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说 从修行来讲 我们在家修行 每天看到 你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的 在家修行 你的房子 你的第一个概念和印象 这是我的房子 当你看到 男人你知道这是我的丈夫 看到女人 这是我的妻子 都是我 儿女也是这样 秦才一样 因为我们堕落 就和这些 这些因缘 除了是我们堕落的 而且我们又不离开 这个堕落的因缘 你怎样能得到清静 所以说在家修行 是非常难 非常难的 他的委员太多 堕得叫我们 插脚不出来 说没有什么 你好好秀吧 实际上 好好秀 这里有很多的梭头 我们的根基 又不像再来那样大 我们牙耳鼻舌尘医 他 不断地寻找 他的因缘 我们怎样来控制 也说在家 我们根本就控制不了 就今天能 稍稍 搅位点 明天就糊涂了 后天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所以说在家的因缘 和出家因缘相比修行来讲 确实差距很大很大 更主要的 我们在家 因为多节的残伏 在这个家庭上 我们已经产生了 很强很牢固的 廉价的一种思想 一时一刻 我们已经产生了 都不肯放弃 就是我们睡觉 做梦 他都在家里 我们已经养成了 很深的习惯性 而且已经 达到了 非常坚固的程度 这种坚固的程度 就是我们在 投资时候的牵引力 他就牵引你去投资 喜欢男的 就去投资 喜欢女的 就去投资 他的牵引力 和情感 都是我们 投资的因缘 所以不能了脱生死 就这些因缘 就够我们 轮回 所以说 楚家正是 对这些因缘 进行 异道在切断 所以说 楚家的心 那就是 有一种 嘎心拿肺的 这种痛苦 有的说 你看看 你楚家人多自在 你不知道 他在经历到 一个非常艰难的 一个路上 他要克服 多少级 给他养成的习性 在斗争 他把他的痛苦 和他的感受 都在 一点点的吞咽 因为他发起了 很殊胜的 一个泄脱之心 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为了这个目标 他引受了很多 不可思议的 这种痛苦 但是这种痛苦 克服过去了以后 就是一片光明 一片清凉 但是这个念 太不好断 过去 曾经有一个 女巨师 她发音出家 后来她没有出城 从武太山回来 她告诉我 一句话 她说师父 我再也不敢 诽谤出家人了 瞧不起出家人 我知道 这个出家人的 这个心太难了 我这么样的去刨 这个心也定不下来 这个出家的时候 正是 与我们的生死 相搏斗的时候 出家这个功德 你在家里 永远是不能理解的 也做不到的 我们在家 一定要深深地理解 这个功德 下面这个问题 请教法师 第一个 家种共佛 菩萨像 民间有人说 家种不好共同像 此种说法 对吗 这是没有道理的 不管是同像 木像 子像 实像 至少是能共佛 佛的像 都是对的 第二个问题 有人说 圣布什的功德大 有的居师 每天在寺院干活 但是念经的时间 相对少了 这样做对吗 这种说法 圣布什 和我们的信布什 都要做 佛讲六度 布什 特别是 在末法时期 有一种人 说 你不要到寺院去了 应该在家 好好修行 到寺院去 会造很多的业 另外 可能寺院 如何如何 有一些说法 就阻挡了居师 进入寺院 去护士三毛 我们知道 我们皈依的时候 是皈依佛 皈依法 还有一个 叫皈依圣 现在末法时期 佛不注释 我们知道 有法 但谁在注释呢 有生来注释 是说法主 作禅 也是我们 众生的教化主 和我们归一处 所以说 生宝的存在 它关系到整个佛法的存在 如果 圣宝不存在 三皈依也就不存在 所以说 圣宝对我们太重要了 我们每天都应该 或是经常的 要 礼拜生 一个是 在家庭礼拜 更主要的 千里之内 如果有生 你必须到亲日去礼拜 如果你不去礼拜 就生长了慢心 应该是 到十月 去礼拜生 去护士佛法 这是我们做居士的责任 如果我们 不去寺院 去礼拜 而且 对生 包括 生团也不进行护士 实际上 从某个角度 你的三皈依 已经破了一个了 成为两皈依 就皈依佛 皈依法 没有皈依生 成了二宝弟子 二宝弟子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你的三皈依借体 就很容易死掉了 也失掉了三皈依的利益 我们应该 常去拜圣 拜圣有几种方式 一是礼拜 另外要护士佛法 护士去帮助寺院 干一点活 做一点事情 目的 不是寺院有活 需要我们做 是需要我们护士 三宝那个心 我们时时提起正念 给自己种下了 来生要除假之因 也就是种下 成佛之因 这是正确的 当然了 有些人在寺院里 要干事寺院的活动 和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 那是不允许的 必须听从声音的教话 这是正确的 关于念经的时间少了 念经的目的是 为什么呢 是归佛归法归圣 念经是为了三皈依 那我们在寺院干活 是不是三皈依 同样也是三皈依 是身体力行与三皈依 它更有实际意义 因为我们游身 游身就苦 它是我们障道的因缘 你必须要克服这个障道因缘 我们到寺院去干活 一身去行三皈依 更有它的实际意义 对我们修行 更真实 所以说我们知道 诵经是对的 到寺院干活也是对的 因为它是平等的 因为我们的心 如果对三皈供养 虔诚了你的经 所讲的深刻的意义 你也就明白了 你也就能开悟 也就能了脱生死 如果代价送经 而不护士寺院 你本身就在诽谤佛法 已经在谤生 说寺院我不用去了 我不用办那些和尚 我送经匹啥都重要 实际上你无形中 已经在谤佛法了 所以说你很难 在送经的时候得到利益 因为你那里 那个信 与佛法不相应 我们必须到寺院 要理尽三宝 这样与佛法相应 又能护士三宝 所以说三宝才能救你 所以说对三宝不能有牌之心 这个应该明白 这个问题 在家怎样修行 在家应该怎样修行 第一个 要有处理性 在家 这二字 本身就是仗道的因缘 这个在家修行 是很仗道的 所以说必须把在家二字 变为有处理 变为处理 这才与佛法相应 因为在家是世间法 所以有了处理性 才与佛法相应 第一个 第二个 在家修行 应该延迟戒律 为什么在家要延迟戒律 因为在家的委员多 必须用重要 你没有重要 你没有重要 是不能克服在家的诱惑的 真正的能够 能防备 这个 这个家 这个 所带来的委员 最好的良药 就是这个 戒律 所以佛讲 末法众生 以戒为师 以戒为师 才能叫我们 找到修行的道路 如果不能以戒为师 所修的一切 都是外道 都是修罗道 佛法 是重道义 所以说 佛法 是以戒 为它的基础 没有这个基础 你是盖什么楼 也是盖不成的 只是说说而已 所以说在家修行 要延迟戒律 要延迟戒律 一不加小心 就堕落了 这个委员里 是很危险的 我们必须 心里有准备 第三个 在家修行 转化在家的概念 在家概念 刚才我讲了 要有处理心 比如说 我有丈夫 如果有人有妻子 有儿女 有父母 怎么办 我们可以看 维摩吉一句是讲的 他把父母 彼是善知识 把妻子 丈夫 彼是 同修道友 把儿女 彼成众生 实际上 维摩吉 居士 也是在家 进行 出家修行 也是这样 我们有的人 就错误的理解了 何况 维摩吉一句是 又是古佛再来 虽然 维摩吉一句是 以在家相来度化 在家的居士 这一部分 同时 他也是在说明 让我们在家居士 要早地脱离 这个家庭 在不能脱离的情况下 一定把家庭 变成道场 转变 您和您的关系 不要说 这是你的妻子 这是你的丈夫 那就没法修 都变成道友 这样我们修行 就很容易得利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在家修行 一定要护士三宝 如果不护士三宝 你就失去老师 不管你在哪修 你都不会有老师 一定要护士三宝 护士三宝 就是护士你 也是护士你的 将来 成佛的因缘 在家修行 还得多方圣 做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 先说这点 第二 二十四小时 放念佛剂 可不可以 躺着坐着 都可以念佛吗 怎样做 保持佛号不断 这个放念佛剂 实际上 是念佛剂 念佛 虽然你耳朵 听了一点 但心里散烂的多 你该做什么事情 又继续做什么事情 得的利益小 你不如自己 你不如自己念佛 才是 真正的念佛 因为 念佛剂是教我们 念佛的 并不是来代替我们 念佛的 等我们了脱生死 是我们了脱生死 不是念佛剂 了脱生死 所以说我们不能 因子为月 佛在楞严经讲 你不要看我的指头 你要看我的 我是我的月亮 因为怕念佛辛苦 就放个念佛剂 就以为自己念佛 这种印不正 国也不正 你能叫念佛剂 代替你念佛 将来你要成佛的机缘 也会别人代替你成佛 你也成不了佛 种什么印得什么果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 必把工具 当成我们的目的 躺着坐着 可以念佛吗 躺着 如果我们已经睡觉了 就到睡觉的时间 如果你能够不睡 再念佛 这是在 在睡中 来起书实践 念佛 我看是可以的 而且是应该称赞的 但是你 你本来能坐着念佛 我就这样躺着 一面休息 一面念佛 实际上 这已经懒惰了 这个不好 坐着也是可以念佛的 如果有病 你不管你坐着 躺着 不能启动 念佛都是有功德的 因为在病中还能念佛 这是很了不起 怎样做 保释佛号 不间断 第一个 要有 直到生死至苦 因为直到生死至苦 它就会产生 处理之心 这样念佛 它就真实 所以说 直到说破世界苦 而去念佛 直到生死无常 去念佛 这样佛 这样佛号就容易不断 另外 为了大众去念佛 为所有众生念佛 这个也不容易间断 因为我们发的是菩提心 菩提心是不退转的 不退转才和不间断 能相连 如果我们做功夫 有时候做到一定程度 把佛号 就像上满弦一样 你不念 它也会自转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 一定要警惕 它只是一时的 不是长久的 不可以因为自己得了三昧 这个人应该注意 要想保持念佛不断 就是念此再直 就是念念 都在念佛 这个好 有时候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要保持念佛那个心 什么是念佛心 就是清静 不动妄想 这就是念佛 念佛念佛 我们的清静心就现前了 你用这个清静心 你做任何事情都在念佛 所以说通过念佛得到清静心 通过清静心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会在念佛 所以佛号没念 但是我们的心还是在念 在念 当然了 我们做不到这点 我们没有正到不退转的地步 我们佛号不要舍去 我们还要继续念 继续念 想不间断 就得下苦功 下苦功 什么样的苦功 眼睛红了 嘴胜口闯了 眼睛看不着道 吃饭呢 这碗断不住了 礼节也都忘了 钱也不会花了 人就变成傻子了 这时候你的佛号 才有可能能相续点 否则的话 一看你精神满足 阳光 都放着光芒 脸色非常的红韵 肯定你没用功 因为你生死心不戒 你在养身体了 养精神 并不是下功夫去念佛 念佛必须得有了生死的心 有这种急迫 你才能把这个佛号 才能不间断 不间断 这个不间断 只是我们念佛的功夫 并不是真正的不间断 还没有达到念佛的闪魅 但是如果你这样用功 有一天会得到三昧的 有一天会得到三昧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